看这些资料 今天晚上畅畅又要熬夜了 畅畅明天要考试 而且是新学期的第一次月考 畅畅说今天晚上又要熬夜复习 畅畅 今天熬夜到几点呀 11点 语文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 已经刷过了一张数学卷子 加油啊 拜拜 值得关键的是 畅畅已经完成所有作业 现在是自主复习 不管明天考怎么样 态度还在 考试前一天 常常必做的事情就是 看作文 读作文 压作文 常常 你觉得这次作文是什么 我觉得是毒后感 给常常倒杯水 我怎么这么跌心呢 水让我归你明天要考试了 一只手 一只手 捏住直尿裤 扯扯 半天才打开 一股酸爽的臭味 扑鼻而来 发生了什么 我以为你怎么啦 原来你看有意思的作文 是不是 给 喝口水吧 跑练 谢谢妈妈 差不多了吧 快呀 还差一个作文 快点 睡觉 睡觉去吧 九点多了 我把这次作文给看了 睡完了 擦擦眼镜 睡觉 月考 妈妈相信你啊 看影片上学习态度 就觉得你没有问题 你觉得这次能考多少分 我小心翼翼的问一句 话不能太早 不能太早呀 行吧 不给你压力了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